公益團體帶來兩百多顆籃球 要送給南投信義鄉內的中小學 由信義鄉教育會跟鄉公所一起代表授證 再把籃球分送給鄉內各校 希望在疫情期間 帶給偏鄉學生一點關懷跟鼓勵 新義鄉教育會理事長表示 偏鄉環境單純 部落孩子的休閒活動大多是打球 因此球類器材消耗量不算少 透過這次捐贈 不僅讓學生有新的籃球可以使用 也減輕學校添購新品的負擔 第一件事情是衝下去打籃球 在籃球的過程當中 充分表現出他們小朋友 一個熱情活潑的心情 所以贈送這個籃球 真的是對各個學校 都是一個非常棒的措施 因為我們知道在疫情期間 都沒有辦法去運動 那我們希望透過同機會的愛心舉動 讓小朋友能夠感受到 我們外界的一個對於偏鄉小朋友的 一個關心跟關懷 此外公益團體代表也表示 這次捐贈籃球 主要是希望提倡正當的休閒活動 幫助青少年遠離沉溺3C產品 讓孩子們有健康的身體迎接學習 並面對未來的挑戰 也是新聞NO 南投信義長榜報導